肝脏位置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文学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湿性脏器 我们身体上有两个大的湿性脏器 一个肝脏 一个脾脏 肝脏的位置我们一般说就在右上腹 而右上腹的绝大部分也就被肝脏占据着 它上面是隔肌 这个前面是我们的肋骨 左边是胃 它的下边是我们的结肠 还有肝脏系统 肝脏它这个整体形态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像一个蝎子 蝎形的 不是不规格形态的 上边比较饱满 下沿的比较薄瑞 左边比较薄瑞 右边比较饱满 这个脏器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质地是一个食指性质地 非常脆 容易破裂 所以有时候车祸呀 一般造成的是肝破裂或皮破裂 这种风险是很大的 在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它这个食性脏器呢 都在骨骼里包着 所以我们虽然说在上腹部 但其实它在胸壳的下部 我们的隔肌是个像帐篷 帐篷底下这段还是用肋骨保护着的 所以正常的肝脏是在肋下是碰不到的 这是为了保护肝脏 不容易受到冲击 而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化工厂 人体所有的生物活动 都是在肝脏进行的 所以肝脏对我们人体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对人体的 人生长发育呀 细胞代谢呀 这个解毒啊 包括我们的生理代谢 它就都起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